Romey真我X7 Pro深度评测 自Romey品牌登陆国内市场以来 连续推出多款Romey新机 凭借超无玩魅力十足的设计和超高的性价比 而迅速获得了极高的人气 尤其是在新年 Romey连续推出了真我X50系列 正我V5系列等不同定位的多款产品 全面覆盖了各个主流价格档位 近日Romey再度发力 推出了定位5G轻薄闪冲旗舰的 全新X7系列机型 主打120Hz OLED柔性直屏 65W智慧闪冲 超轻薄超玩设计等卖点 充分迎合了当下年轻用户的使用需求 目前我们已经拿到了配置更高的X7 Pro机型 下面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全新的Romey真我X7 外包装仍旧采用了标志性的黄色包装 打开包装之后 这款主打轻薄和闪冲的手机就展现在我们面前 机身正面 Romey真我X7 Pro采用了全新的COP封装工艺 相比于硬屏的OLED屏幕下 冰框减小10% 配合小孔镜前置上头开孔 该机的屏占比极高 由此带来视觉冲击力更强 注意到屏幕素质上 Romey真我X7 Pro采用了OLED柔性直屏 屏幕支持120Hz刷新率和240Hz触控采样率 并拥有自动采用率适应功能 可以极大的平衡功耗与性能 无论是滑动屏幕浏览信息流 畅玩竞速游戏 还是欣赏高帧率视频 都可以感到触手可及的丝滑感 同时Romey真我X7 Pro屏幕还采用了全新的E3发光材料 拥有4096级亮度自动调节 亮度变化更柔和 显示效果更加的清晰锐利 其在阳光下最高激发亮度可达800尼特 局部峰值亮度可达1200尼特 这样优势在于即使户外强烈光线下 也可以清晰的看清屏幕显示内容 此外这块屏幕还支持硬件级护眼 使得有害蓝光低于7.5% 配合前沿的自动亮度调节 类DC调光以及低亮度防屏闪功能 真正做到全方位呵护双眼健康